基北北基逃死县市之后 准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又拜会了宜兰县长林聪贤 为了推动大台北共同生活圈 这一回他们进行了意见的交换 双方就北宜直线铁路新建 达成了共事 而接下来柯文哲还要见的是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跟历任台北市长 但究竟会不会来见马总统呢 柯文哲说下下礼拜的事 下礼拜再说 当起小老师带着宜兰县长林聪贤 讨好媒体镜头 还没上任的准市长柯文哲 越来越老练 凝聚北北基一套生活圈 再抛交通证件 北宜直线铁路 那个路线我们双方都有共事 应当是选择速度最快的一条路线 那环保的问题 应该专业问题专业解决 北一支铁新路线从南港到头城 工程费高达五百亿 环保和事工问题仍有争议 细节问题柯文哲交给专业的处理 但施政请义除了新就任各县市首长 接下来还要向政党主席请义 宋楚瑜主席最大的优点是行政效率 我想是这样 他这一点没有被人家批评过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很想跟他学习的地方 如果建构一个很有效率的行政团队 这是他可以让我学习的地方 选前柯文哲积极争取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支持 但最后仍等不到宋的表态 现在敲定和宋楚瑜会面 洋人关系向前迈进 但拜访历任台北市长 总统马英九算不算在名单里面 柯文哲打太极回应 见不见是问题 但看来马总统的排名很后面 老市长请一名单 包括国民党及前市长黄大洲 前总统陈水扁和李登辉 柯文哲把握上任前的蜜月期 为当一个好市长先好好补习 记者郭西安 黄元元 SNG小组 宜兰采访报道